我是曾sir 由我是Ivansir 和你一起去收料 你就知道過宗的奧妙 記得逢星期一至五 下午五時見 自從第一次和你相遇之後 我對你一直都念念不忘 忙不了小籠包 魚子醬分蛋 菜心獅子頭 花雕醉雞 送嫂魚羹 黃金蝦球 盛黃胡椒餅 我決定立刻去觀塘 成業街東廣場二樓 吃光你們的粒頭 黃不料拉麵小籠包訂位電話 2668-9133 很近地鐵站 任何時候都不應該拿一支港英旗出來 在此踐踏國家的決定 這是屬於叛國分裂國家的行為 一定要立法制止 如果 被我承認 一黨專政的共產黨 我才叫做中國人 我寧願不做中國人 我是香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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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 星期一 三、五 蕭生助陣 陪你遊走古今時事 到盡民史哲理 風雅少少 現在開始 星期一晚的風景阿蕭蕭 第一件事就說清楚了 我們今天就開始 我這個節目都有Livestream 入的方法 你就進入 love.hk的版面 有那條link 海外就可以看到visual 我們獨立了一條 直到Livestream 直到Livestream 這個就是永遠的 永遠的 backup 即是我們的伺服 一旦不行 只要我們出街 Livestream 那條 不會死的 因為跟我們走 完全不同的途徑 所以我們一旦有什麼問題 你就可以去看Livestream 你抄下那條Livestream 但是 因為我們現在只是測試 一個時候只有一個節目 可以 譬如這個小時 那條link 就是出我這個節目 下個小時 就出樂運 就是這樣 譬如 英文的時候 就出英文 就是恐怖在線 出恐怖在線 就不能夠同時播兩三個節目 除非我開兩三個account 就是這樣 哦 明白 先用一個account 先明明一下我們的時間 就是這樣 好了 就講一下這兩天兩宗鬧劇 首先第一就是 昨天我去了雅士的 去了那個閘門 因為Jeff叫我去的 他叫我去的 叫我去 就是叫我們這些主張開放大戲電視台的人去 我發現去到 鄺凱瑩見到我就走出來跟我講話 那跟我講話 毛孟靜就來了 就抓住他 就不斷講一半小時 那大致上有什麼 有什麼要講的 聯繫跟他 是啊 毛孟靜就是這個 就是問他幾樣東西 大家先看看這段新聞 我想先看看 是 是 喲蘭鬍左發牌 滑突Style 真失敗 難怪不得更難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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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家製拉伏等到頸都長 禎國蟹都要下場 難怪阿士真的嚴命長 信報募信 明報不明 美國爛了 早安 太陽都下山了 早前才對 共場還有這位人兄 不怕了 我支持現在 不需要有過分的競爭 不等於我支持阿士 多一個都叫過分競爭 如果M加1是多 M加1都是多的 阿周 阿周的星星有400人 但其實很多不是香港人 今天有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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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網上看到 哪個網頁這樣看到 今天很像 你問前面的同事 不是十問九不認 就是員工被迫強認 給你的同事多不多 都多 幾多 大概 這裡整包都是 是 哪個報問的 你們 中日節目 各者議員引用外國示例 發生牌 提示兩台越造越刺難 還指阿士用直播大龍控阻法牌 很可能違反廣播條例 香港是開創歷史的鬧劇 因為阿士 你是用自己 拿著免費電視的牌 在現場直播 然後播自己的政治廣告 紅色的訊息 全亞洲亞洲 亞洲 建成今次集會 搞成為亞洲會 但我們也查到 六月才註冊的這個會 登記地址 在亞洲亞洲大埔廠房 三位同事 也都是自己有 不過幸好 還有眼睛雪亮的網友 黃精彩屎 千山開放日難 亞洲精神 非常低人 好 你說說情況 為什麼會搞到這樣 你說說 情況 就是 黃維基的牌 遲遲都沒有 過了千多天 一直僵持 結果 昨天 亞洲那群 由黃禎率領 帶了 剛才也是一群綜藝 去 再歌再舞 宣示想 反對法牌 因為 現在的競爭 有幾個論點 一來 廣告費 應付不了 另外 表示 不同人車輪轉 又是劣幣俱良幣 認為現在已經夠多了 所謂N加1的理論 但實際上 現在是2加1 就比N加1 所以基本上 如果你是信任開放的市場 應該由市場決定任何人 繼續投資廣告 或者養活幾多個牌照 跟你們自己拿牌照 是沒有什麼關係的 還有一點 他很受生意的 就是 他正在直播 這個遊行集會 在他自己的節目中 即亞視 不去廣告 他借家衣 所以要找一個 亞洲什麼什麼的機構 那些 毛孟靜都說得不清楚 其實整件事是怎樣的 我希望大家都去投訴 第一 就是因為 你用亞洲會 什麼都好 你這個亞洲電視 用大氣電波 來播這個節目 而這個節目 就是傳遞一個訊息 就是這個 不要發電視牌 即是一個政治訴求 是的 這個 就是違背了電視廣播 守則兩件事 第一 就是 它不平均 沒有另一邊的聲音 第二 這個可能是廣告 你的訴求 又是源於你自己 是的 這個可能是廣告 但你沒有進入廣告時間 大家可以去投訴 這件事 那應該是浴文 送一條黃禎 黃禎 黃禎成的影片 都可以看看 好 第二條影片 雞扒空壺貞 毛依依說 嚇到我 想看一個show幾奇呢 明明不見 我們這裡看什麼 美女 不是這班 有請 毛依依 你為什麼不停 他進入廣告 原來去踩場 那又是 誰都想看看 阿周阿周 的show有多奇怪 你不需要迫到這麼近 是不是 現在我們正在做 我正在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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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嗎 不過真的很羨慕 毛依依 你看 多少雞扒空對著他 能夠和一班阿周先生 來個令他來接觸 正是嗎 不過他們變身secure 沒有誰呢 那就是他 你以為香港人怕你 我們不怕 大家知道對不對 對 對 香港國人 投目鏡 不是他當自己是香港人 是嗎 這段說話 肯定是另一個人 什麼叫做 誰知道外偷層 傻了嗎 傻的嗎 真的 那樣子被淘汰 肯定是最後一家 透明看走數 大義工呢 在這班大隻佬後面 就大大聲 一出來見到那班記者 就變暗春 十問九不認 現在就不怕你了 照樣說爆 阿周阿周 你用自己拿著那個牌 然後自己拿到的時間 來這樣 簡直變相 洗腦 洗他自己觀眾的腦 口血口血口血 這個自清紅CCTVB 收視六四開 自我感覺良好的電視台 連同行都不幫了 200個演藝人 學者 議員 文化傳媒人 聯署撐發牌 覺得這樣才有公平競爭 提升電視業的質素 好了 其實就是 昨天做的一件事 為什麼做 你說為什麼做 剛才都交代了部分 他本身怕競爭 但是為什麼阿視會出來做這種事呢 為什麼 黃偉智現在高調 說要給牌子 阿視覺得有壓力 所以他也要做些事情 其實不是怕政治的因素 因為怕多一個牌子控制不到 還有我懷疑黃晶背後 因為他的身份 也有兼政協 他是政協 我覺得跟內地或中聯辦 這些事情是說了 其實他不想多個電視台 這些事情都明白 但是為什麼要出來 作這樣的示威呢 就是會做這樣的事情 就是後面的 mentality是怎樣 為什麼要做這次示威 在這個時候是 嗯 是跟DBC有關的 不是 這個當然就是 他恐怕梁振英 就是他聽說梁振英怕示威 所以他不是先示威 來 counter對方的示威 你明白嗎 不是只會示威 因為他恐怕 黃維基很快會去示威 那示威先開先 兩邊的人示威 沒所謂 大家對沖了他 又或者先預演 他怕梁振英怕示威 他先霸了先 就是這些是愛港力文化的延伸 很明顯是 永遠土共的那種思維就是 人有我有 他們都叫他踏前一步 老實說黃維基現在有機會 他輪到他的示威 就說他會把他弄出好 不是把他弄出好 第二就是 我一而 因為今天 就是那班人賣報紙廣告 你說說這件事 今天賣報紙廣告 是的 剛才第二條影片 說文化界燈 你說胡恩威 不是胡恩威 不是胡恩威 另一班人 就是支持開發大氣電波 而你看見 有一班 原本是支持梁振英的人 都在裡面 馬逢國也有份 馬逢國也有份 黃伯明 那些全部都在 那為什麼這麼奇怪呢 這件事 第一 就是誰發起的呢 第二 就是 為什麼他們這麼害怕 就是因為建制裡面 也有分裂 有不同的意見 那些人的立場 其實是更多的事情 而是你講講 阿近你講講 這個 亞洲電視那幾大論據 就是最好笑的 其中他有一樣的說 好像變了台灣 有惡性競爭 變了台灣化 我真的不明白什麼意思 多電視台就變了台灣化 他就用了一個例證 就是一電視那個 就是撿了 一電視撿了 為什麼要賣給別人呢 就是因為一電視根本就沒有辦法正常出街 他就是將 良性競爭和惡性競爭互相交叉穿插 就是說他們自己就是良敗 別人的劣敗 他們是受驅逐受迫害 去上綱上線 其實就是想保住自己台的角色 其實如果他講的理據的話 我都要播放胡恩 雖然未必同意他講的 但至少他講的有些系統 還有第二件事 我想大家注意 在這個中期檢討那裡 不是因為我現在做了亞視 那時候我還沒有做亞視 那時候我也有出席 那個中期檢討 其實大家都要求 亞視做多一些跟無線不一樣的事情 做少一些韓劇 做多一些社會議題的事情 那我相信這個中期檢討之後 其實都影響了大家看到 這幾年亞視的改革 都是根據這個中期檢討 那個收集回來的意見去做的 就不是說自己誰想做就想做的 而這個也很重要 就是市民有選擇 就不是說簡簡單單這樣 多就等於有選擇 不一定是有選擇 譬如大家可以看到 現在巴士發了多排的 現在整個街都是巴士 那是不是又有塞車 又有很多空氣污染問題 那些大家其實都要關心的 我反而覺得 如果真真正正令到香港市民有選擇 政府應該盡快 盡快開展這個公眾頻道 就是說這個港台 港台應該用公帑 是支持公眾頻道 那你才是令到市民有真正的選擇 因為如果你多發一些商業牌照 其實就會出現 你看到現在這個所謂印刷媒體的情況 大家就會有某一種的趨向 或者一種民粹 或者走向這個低俗的路線 所以我覺得這幾方面 我們應該很客觀 以及我們應該很理性地去看這個問題 但是去到最後一點 很多時候大家有件事很有趣 需要講民意的時候 鍾廷耀博士的那些民意就很重要 現在做了出來 亞視那個所謂四六比 六四比 不知道多少比也好 也都看到 其實就很多人說 沒有人看亞視 那我覺得不是沒有人看 一定是有人看的 我覺得是侮辱了那些看亞視的人 就是說說亞視沒有人看 那不是有沒有人看 而是什麼人看 什麼背景的人看 那這個電訊管理局有沒有做到責任 是去跟大家講講 現在香港市民的需要是怎麼樣呢 它不同年齡層 不同社會階層 不同教育背景 它究竟是需要什麼呢 是不是 那如果你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你貿貿然發一些新的牌 出來會不會有製造 只不過是 就是 糖水滾糖魚呢 的情況出現呢 那我覺得這個呢 其實是大家應該要留意的 那所以我覺得呢 在 今年 或者在短期內 發新牌是不明智 這個我覺得它是貫徹了 城市論壇的風格 即是連回地說話 是馬上推翻了之前那句話 即是又說要多選擇 但另一方面呢 它又說多選擇就會令到質素下降 那它就變成了認為 反而公帑支持 那些節目質素會大 其實我一路留意他 其實我一路留意他 你有看他的節目嗎 有看 以前也有看《東攻洗攻》 其實應該倒轉 即是你公帑 首先第一 胡恩威作為一個文化人來說 是完全不夠格的 為什麽第一 即是他專門搞了 第一 就是希望公帑津津貼 去搞他們的藝術節目 你知不知道 不用你有市民看的 那個就叫做真正的選擇 其他並非真正的選擇 而且質素會好了 是的 不是自在有多少人看 而是什麽人看 即是他們自己有看 即是這樣就很好 第二點 即是那些簡單的 與非一定要聽出簡單的偷換概念 譬如說巴士發了新的巴士牌 結果到處都是巴士 是多了污染 還有什麽 他轉了去說第二點 你多了巴士 就多了選擇 但是他的副作用 當然是多了污染 因為多了車 其實是馬上轉了去說第二點 這麽簡單的邏輯 都是謀錯 還有副作用是不相關的 道路交通 對 完全是第二點 即是胡恩威 以一個這麽出名的人 水準低成這樣 就很可憐 首先第一 大家都拿來講 最好笑的就是 我不知道鍾庭耀怎麼做了一個民意調查 那個調查 是有沒有公開的 我看不到有公開的 他說阿士和無線都是六四比 我記得曾經有質疑過他的問題是怎樣問 他不是說你曾經轉過一下 這樣也叫做是嗎 我轉台也總會經過 有些馬迷就很妙 那是否我們星期六看馬 就算在收錢 而且他想用六四比來支持 阿士也有相當多人看 所以現在沒有一台獨大 對 如果你說相當多人看 那你就不怕競爭 因為如果多了幾間 都應該吸引了很多特定有癖好 或者喜歡看 阿士多人繼續看 你 以為是欺負你的邏輯 就是這麼多人看 這麼忠實 那你就不怕競爭 於是他整個天 在保護自己的競爭 在錢方面也要保護自己 各方面的聽眾方面的比例也要保護自己 即是我跟鄺凱瑩說 阿士這幾年 自從黃禎進去 就已經花了十一億 那個最奇怪的就是 你沒有見過他做什麼事 他就花了十一億 這個就是 不戰不和不守 不死不寒不走 你知不知道 每天都在虧 這樣就花了十一億 他又不知他做什麼 不停重播這節目 有裁員 你錢去哪裡 而且買得最多二三流韓劇 好像是阿士 然後就是這樣 他跟著講的謀論 譬如說 十年來電視廣告沒有增加 十年來電視廣告沒有增加 那就是你們做得差 所以需要競爭 即是沒有再多更有心的投資者 想著在裡面加入 而第二點就是 他的頻道是增加了 為什麼頻道增加了 不讓其他人做 還要讓你們兩個做 以前是四個頻道 現在有十個頻道 因為加了這個數碼系統 現在數碼系統已經蓋到99% 其實已經是 沒有了以前科技落後的技術影響 對 99% 有十個頻道 結果又是你們兩個貿易做 這樣算是怎樣呢 那最大的問題 我講到 現在香港的電視 如果你有生路 根本就不應該這樣 第一 阿士這些 老實說 你不做 你就把他收拾了 不知道再洩來做什麼 所以背後 如果你這樣 算到沒有利益 都是政治因素為主 如果這樣 又說他們的癖好 即是他們那些憤青 即是你要做到六四比 即是你要看一條問題 要怎麼問 即是過去一年 你有沒有看過 你看過阿士的人 有多少 這樣就有40% 或者同時看TVB和阿士 你又一年內看過TVB 那就是六成 那就是六四 他的人口 即是你不是這樣做出來的 收視調查 社會學的那些工具 最好笑的是 他說中期檢討之後 當然我們不要跟無線 你真是厲害了 一個節目可以播四次 你真是TVB 都沒有你那麼好 TVB都沒有你那麼好 真是多謝他 還在播大地恩情 這個其實要打破 Squad 他說現在不應該這樣發牌 連互聯網也合起來 看新科技 即是互聯網也要發牌 即是又想管我們網台 是不是這樣 即是甚麼都要整個牌 等到政府可以管 多些行政事去做 他現在預備是一男子 這樣很嚴重 第二 大家要知道的大原則就是 為何現在十個channel 不分開四五個屋主 四五個台播 而是要給他們兩間播 做下去 是否蝕本 不是政府或者市民的關心 如果那件事是蝕本 就沒有人會做 對不對 有人做你就讓他做 經營者自己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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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政府需要考慮的事情 第二 其實無線 是應該解散無線的 這個沒甚麼出奇 無線獨家佔了九十幾個巴仙市場 這個大家都知道 這個 Antitrust Law最出名 就是打Standard Oil of New Jersey 打Rocky Feller那間 是下令他分拆成為六間 為甚麼呢 不然沒有競爭 就是為了背後競爭的理念 就是為了背後競爭的 對呀 將他一間拆了六間 人家就是這麼辛苦 現在七間 世界上最大的七間 六間就是他拆了你 香港現在任何層面都可以倒車 每樣都倒車來講 這個二十幾年前 三十年前 AT&T 又是打輸這個Antitrust Law 就是被拆為六間Baby Bell 本來AT&T就叫Bell 其實如果要對付這個TVB 是要立法 對股東利益沒有分別的 你就拆兩三間出來 就是每間管理兩個頻道 把藝園全部分家 大家競爭 其實大陸以前都把中國文學出 拆成三大巷公司 這些事情連香港都不如大陸 甚至可以說 還有最搞笑的 我看到昨天好像有些員工被人拍到 借機撕爛了心臟 貼上去 曲線說他其實沒有良心 剛才他拍到真的 找到牌子遮蓋著臉 其實他們背後應該不斷咀咀ATV 令他們競爭底下 他們應該會有人工價位 人才才湧現出來 到處走 如果是聰明的 一定有人跟你簽討 亞視的員工 如果不是他逼人來參加示威 那些人都寧願 多發牌 可以住行轉行 亞視繼續捱是怎樣 是否等他倒閉 還是等他減身 還是等他裁員 另一方面也可保障藝人 現在藝人是無論亞視無線都走不到 還有待遇非常差 沒有競爭就沒有8CNP 即是那些很迂腐的門面 明望的背後 即是連大陸都認識 本來大陸 就是中國移動一間獨大 他就有拆開成三間 其實是故意引入競爭的 加入了網通 和中國電訊 現在3G三間是頂立的 再不是中國移動獨大的 都不會用一間去運動 就是無線電視 第一 兩大問題 第一 無線電視 應該是立法下令無線電視解散 成為三間 香港的電視業才有健康發展 其他東西講來都多餘餘 第二 就是無線霸佔最重要的頻譜 大家都在第一個台 即是他其實 即是等於FM10幾 即是他用哪個Signal播出來 那個應該每幾年都會拍賣一致 你可以拍了無線的頻譜來做 其實這個應該要走這麼長遠的路才對 否則現在的劇集難度已經沒有人看 很久沒看劇 大陸的電視頭更多 你可以看跨散那些台 還有大陸去拍劇有本錢嗎 去國家裏面的景 其他事情都不用說了 但是現在大鬥 其實我相信背後 聳動的人出來發表廣告 當然有黃維基在那裡 黃維基 是決定跟他們拚命的 是的 我都挺欣賞他 他不行不拚命 他花了很多錢 即是有七百人 天天出糧 這個很嚴重 他那間電視台正在興建 他被蘇錦糧綫到他值 但我看他除了錢 他真的有點火 即是他人好像是有些原則的人 他早前跟阿壹吃過飯 跟阿壹 跟阿萬必吃過飯 他找到他的生平最愛 原來就是拍劇集 即是很喜歡拍劇集 難怪我觀察到他 好像也不只是計錢 即是一定會有計錢的成罰 他又嚇串兩幕 當然了 這個牌子 我都跟他講 這個已經涼過水了 即是梁振英政府 你想想 千方百計搞執了一間DBC 再開三間電視台出來 你真是玩自己 即是你不能夠直接給你黃維基 黃維基是殺傷力最小的那個 NOW有了電視牌 這個很嚴重 是李澤佳有了電視台 是很嚴重的 就是Cable 批評政府 都是比TVB和ATV 而且又不怕 背後沒有銀彈跟你鬥過 是啊 又很有錢 這些是長期走下去 不過黃維基的好處 會不會和蕭先生 你日後在編劇那邊合作 有空間 其實怎樣才能令到阿士丁了牌呢 怎樣令到阿士丁了牌呢 他這一下的舉動 沒有 你開放了機制就可以了 他要倒閉的就讓他倒閉了 其實還可以拆更多的 不需要用這麼多的頻道去播一個電視台 其實你只要密些電視發射站就可以了 無論如何回來我們再說另外一件很有趣的事 對 他說得很好笑 魚肥很有趣 大家好 今天由戀愛小天后和大家報告天氣 今天日間 天空離晚轉一層藍色 是典型的藍色星期一 過了一個週末 大家都很不想面對要上班的現實 預測今晚九點 不少男女都會和戀愛小天后一起走進去 電影、電視、偶像劇的虛構世界 在食情供水箱裡談談情、講講愛 Franc Sir說是齋 星期一要上班嗎? 今天的天氣報告完畢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點 戀愛全天后 愛多點 愛上L-O-V-E-D Love to W-H-K Hello 大家好 我們是Super Gear 一個美女不夠分 那三個一起 夠曬紛紛 這個星期三晚上十點 遊戲人間 請來Super Gear 三位美女 和我們一起愛打機 愛上L-O-V-E-D 不打機 到處看美女 看美美吧 熱戀心作品 一年一度 愛情超爆話題作 張志琳 劉心悠 真人真志 啟發而成 天生愛情狂 十二十五天 十二十五天 愛上美風貌 靚波王 促身推出赤板 豚骨煲 鮮辣 新口味 很特別 除了正宗澳門豬骨煲 和靚波王 他的新鮮手切肥牛 和專門搜羅的 優質新鮮生料 亦都軟近辭名 靚波王 還是衛生署認證的 有型食肆 嘗一嘗靚波之味 即打23990812 或上www.23990812.com 喂呀 你為甚麼不看我 嘩小姐 你整面暗瘡和黑頭 不是不看 是不敢看 蛤 我已經試了很多方法 但也沒用 不如你收聽 明星潮雨館 和食得精彩時段的 Jackaline護膚教室 皮膚及暗瘡治療專家 Jackaline 會講解不同的皮膚問題 教大家養生美容 健康身體 改善皮膚的方法 到時點指望你 還疼你 教你健康身體 改善皮膚的 Jackaline護膚教室 由Jackaline Beauty送上 想終極暗瘡快打 31884002 預約免費皮膚資深 自從第一次跟你相遇之後 我對你一直都念念不忘 忙不了小籠包 魚子醬分蛋 菜心獅子頭 花雕醉雞 送嫂魚羹 黃金蝦球 盛黃胡椒餅 我決定立即去觀塘成葉街 東廣場二樓 吃光你們的辣頭 黃不了拉麵小籠包 訂位電話 2668-9133 好近地鐵站 星期一 三五 蕭生助陣 陪你遊走古今時時 到盡民史哲理 風也笑笑 現在開始 從未做節目之前 于非已經跟我討論了很久 就是關於 江交的問題 同性戀遊行 以及城市論壇 你先報告一下 先拍一段影片 我拍一段影片 很驕傲 這樣跟大家說一聲 我是同志 同志有勇氣 講出自己的性向 一點都不容易 消除大眾對同性戀的誤解 更加難上加難 城市論壇就是最佳的例子 竟然是這麼看的 公共衛生的確度 有些人都是反對同性戀行為 特別是江交這個行為 所以我想我們不要只是簡單 歸類說這個純粹是一個中交的一個 你究竟是反對同性戀還是反對江交呢 你不要在那裡混淆線 我們不是來討論做愛技巧 同性戀等於江交 難怪得萬必這麼火了 料不回很多人還以為 我們星期三正在討論的 是要改進去立法 星期三這個動議只是要求 就性傾向歧視 不同性向人士的基本權益人權 是進行諮詢的 我真的不覺得 現在對他們有什麼歧視 如果這樣說 在街上見到一個人 嘩 這麼矮的 嘩 死矮仔 我也經常見到 那如果叫他矮 叫他肥 叫他逼的 叫他盲的 就去提出叫歧視 我想香港很多事情要立法 叫他盲的